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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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来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每逢重大决策 他都要问同一个问题 前哨杂志 4月号披露一个消息 有习近平阵营的消息人士透露 每当一件宗教事件 做出决定处理之后 习近平经常问身边的人 这样做历史上会有什么评价 那报道显示 习近平对自身的历史定位 较为看重 历史上会有什么评价 人必死无疑 对吧 那他做了决定 那历史上就会留下一笔 他要为自己历史上 留下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负责任 历史就是时间走过的过程 没有任何人用他的金钱 用他的权利 用他的声望 能够把时间停住 而每一个人只能在时间的过程 所塑造的历史中 摆放自己的位置 《争明》杂志 在4月刊 也披露消息讲 在3月初到3月13号 王沪宁受政治局委托 在西山主持了由40名高层智囊团负责任开会 会议的主题叫中国大陆民主制度和机制的改革发展的反思 除了七个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之外 习近平三次到会场讲话 再次要求本着对历史承担提出发展进步的意见和建议 所以他也讲说 他多次提到了历史担当的事情 当然主要的消息就这部分 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解释了 如果你谈到历史担当 你就尊重自己是个人 尊重自己是个人 你就知道人必死无疑 在人上建立的一切东西 只要时辰到了 必死 人时辰到了必死 那人上的一切东西就必死无疑 人必死无疑 要想留下历史的担当 他相信那灵魂的所在 时间你看不着摸不着 但所有人承认有时间 时间你看不着摸不着 会把每一个人摧毁得毫无痕迹 你的财富 你的美貌 你的事业 你的猖狂 你的猖獗 你本身的权力的一切 就像个炮 但如果谈到历史承担的人 他懂得生命的痕迹 在这种关键时刻 他摆放位置 如果这说的是真的 对吧 就像上期节目中跟大家说 他跟他在宗教会议上讲了 共产党员绝对不能信宗教 对吧 绝对不能信宗教 只能相信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不变相的说吗 共产党员你就不是人 对不对 你就不是人 道理就在这儿 那是党的总书记说的话 今天的中国社会就乱到这份上 所以就看谁能看得明白 看明白的人 是指看明白生命 而不是就事论事 一个失落的文明 重现舞台 精彩动人 启迪心灵 找回希望 体验神传文明 神韵 演出时间和购票信息 请访问神韵点号 同样是前哨杂志 谈到了这个王岐山的消息 王岐山曾经婉拒留任 但留下了余地 习近平曾经向王岐山表明 希望他留任一届的态度 但王岐山一度婉拒 不过最后留下一句话说 需要的话是健康情况而定 那此前有一百多名高官联名上书 包括宋平 池浩田 朱镕基 吴仪等人 要求王岐山在中共换届时 留任政治局常委和中纪委书记 昨天是前天偶然看到消息说 王岐山戒烟了 然后立刻下面引述说 王岐山可能得肺癌了 那抽烟就是肺癌 大概是这么回事 我没跟大家讲吗 有一群人 党的干部当中一群人 非常希望王岐山习近平早死 肯定的 因为他们要早死 就省了他们死 就这么回事 今天就是谁死的问题 谁死的问题 至于王岐山留任怎么怎么样 这是传出来的说法 传出来的说法 在我的眼睛里 其实真正的时间就这么长 我早跟大家说过 2015年9月3号 大阅兵的时候 江泽民上台 显出了蛤蟆样 一个妖魔鬼怪 一个动物 一只蛤蟆 他可以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 站在官吟台上 大阅兵 必遭大难 必遭报应 有人说报应没来呢 报应没来 就是给人机会 拒绝他 从灵魂上拒绝他 与此同时 证明杂志的一篇报道说 王岐山率领其他的一些 中纪委副书记 突查特供 报道内容我觉得挺简单的 两会期间 王岐山率领多名中纪委副书记 突查了20多个 省部委的办公室 发现绝大部分菜单的供应价 低于禁价 因此 王岐山要求钱 要求交代 钱从哪里来的 中共官员的特权阶层的 特供腐败现象层出不穷 那大陆媒体曾经披露 中共特权阶层的 六大特权的便利通道 我觉得都瞎拜 我觉得这些什么六大通道 六十大通道都无所谓 人坏了全坏了 我个人的看点就是 如果王岐山真查去的话 查了二十多个部委的 办公楼的里面的食堂 发现了同样类似的问题 这是一个党的体制的丑恶 党的体制的邪恶 但是当你管人家食堂的时候 让人吃饭菜价上去了 吃不着好菜的时候 你得罪了每一个吃饭的人 对不对 就你王大的事多 就你有麻烦 你来了把我们饭馆给砸了 没错吧 今天人都实在 你把我饭馆砸了 我昨天中午吃饭花一毛 今天让我花五块钱 还吃的不如那一毛钱 你伤害我呀 你伤害我的心情 伤害我的身体 伤害我的营养 伤害我的家庭 你伤害我一大堆 对不对 这是真家堆卖马的事 我说的意思 你今天的中纪委 王岐山带领的所有人 得罪了整个官场 而这个官场是谁 是党的官 你永远这么打下去 每一个人的生活 永远拿着棍子就打 我最厉害了 对不对 我最厉害了 小样子 有没有你打盹的时候 你打盹的时候 那些人拿饭勺砸你 好 因为你夺了他饭碗 这是我一再讲的 反腐必亡党 反腐不亡党 全国必乱 因为他们自己就给弄乱了 党的今天国家的领导人 打的整个党的官的体系 让官的体系的官 官不了声 影响吃饭 影响饭菜 影响日常的生活 那你说 他不打起来才怪呢 一句话 如果他们要不杀了你 在党的基础上 他们要不杀了你 他们天天要受这种惊吓 而你要不杀了党 你天天给他们惊吓 谁老在惊吓中生活啊 不可能的 对不对 在纪院里长了15年 你跟他说 你要保住真操 我听不懂这词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不就这道理吗 当官的体系 共产党的体系 都是抱着女人吃奶 吃上去的 你说不能吃奶 改喝凉水了 我不知道从哪喝 哑口不对 没错吧 所以你不把这个整个东西 给摧毁掉 根上摧毁掉 其他的人 人家一定跟你玩命 这就叫反腐必亡党 谁亡 他们自己亡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